你還要做什麼呢?快點吧 好像有很久不見了 嘩!SSR的龐德 我記得好像沒用 靈仔拍檔大家好,我是Zero 今天和大家玩新的手機遊戲 最近三國志有新的手機遊戲推出 就是三國志霸道 今次這遊戲還是光榮自己研發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很多 以前我們玩三國志的時候 看到的人物武將造型 不要說太多,我們進入遊戲給大家看看 遊戲和平常玩三國志一樣分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就是內政 只要按右下角的內政位置 就可以進入城鎮 這個位置和平常的Strategy Game差不多 有不同的建築物,例如民居,倉庫,農田,制裁所等等 只要按進去便會有不同的功能 大體上都是根據現實的時間 每經過多久便會給你資源 又或者建築物上有不同的效果 如果你想將建築物升級 便需要指定的資源 還要等時間過 然後你會看到有不同的條件 例如要升10級倉庫 可能要先升10級制裁所等等 如果有玩戰略遊戲的朋友便不會陌生 你看這個政廳要4小時才完成 對,按完睡醒便差不多 建築列的遊戲只有2個 不如你現在看到我的政廳在建築 可以把這個兵型 左邊兩個建築物已經滿了 右上角是你自己有的資源 按下去就可以看到每小時的生成速度 這些都是很基本的東西 不特別詳細說 內政部分當然包括了人事登陸 簡單來說就是秋嬰 三國那麼多武將才是重點 分為大球閻令、球閻令和球財令 球財令是普通銅幣抽 可以用in-game貨幣抽 球閻令是用遊戲補育 每天都會有一個免費抽 每10抽一定會有一隻SSR 放心,SSR最高的 所以怎樣玩都好 你一定會用SSR隊 但隊伍配置稍後再說 因為我有流石 我當然先抽一抽 抽的畫面是捲軸拉出來的 如果是強勁,他要有金色雷 這可不可以? 快點吧 來,來個10抽 不知道要做什麼 快點吧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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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有很久不久了 嘩,SSR的龐德 好像不太用 SR都沒有一隻 真可憐 最後就是大球閻令 大球閻令是付費保育的 一樣都是10次保底 但特別的就是它抽出來的天賦一定會是850以上的SSR 簡單來說,這裡一定會抽名像 關羽、張飛等東西比較好 起碼我付錢就不用抽龐德 抽回來不要的武將就可以將它們下野 簡單來說,這個可以讓你賣掉R和SR 然後就可以拿到右上角的交流PT 可以在交流的位置買鷹的碎片 它就叫做友好度 只要你有一千就可以換一隻鷹 所以放心,只要你慢慢玩都會換到你想要的東西 舉個例子,現在給你看看我的趙雲已經買了一堆 你看到我105例 而我首抽是趙雲 因為這次的三國字霸道 它第一個十抽是可以讓你自己任賊的 即是你不停地重新抽,重新抽到你想要的鷹 而且那次是必中兩隻SSR 所以記得要洗一隻高天賦的出來 抽回來的鷹有什麼用呢? 右下的位置就叫編制的東西 而這也是整個遊戲最核心和最不同的地方 遊戲的組隊方法就是一隻放頭 然後兩隻副將 再加左右你看到的兩個副座位 就會用這五隻武將組成一個部隊 拿出去打架 那部隊的兵種就會因應你最初的一隻 例如現在的一隊就是趙雲 如果趙雲是馬的話 這隊你怎樣安排都好都是全馬隊 然後每一隻武將都會有一個技能 比如你看到趙雲這個就叫正氣林彥 在戰鬥的時候 他打過了一段時間 就會夠士氣發動戰法 這就是砌隊第一個要點 就是遊戲中有戰法連鎖率 簡單來說就是他的戰法 究竟會不會連帶第二第三武將都出現 在部隊的右邊就會看到戰法連鎖率 遊戲中就會因應武將傷性 可能是歷史、換身關係 之外就會設定數值 例如你看到現在的王宗 就是33.8%就能開到他的技能 老當益壯 而第三隻文雲 就看到很小的就是25.2% 即是在打架的時候 如果趙雲發動了技能 你就有33%就能開到王宗 就有25%就能開到最後的 所以怎樣砌隊砌到連鎖反應比較高呢 這就是玩這個遊戲重要的地方 而最後的兩隻輔助武將 其實就不用SR 當然有可能比較厲害 最主要的地方就是提供技能 遊戲中看到右邊有一堆的技能 代表著這個部隊擁有這堆的技能 而最重要的是每個技能都是1級 但是它的上限是去到5級 譬如以神速為例 如果1級的話 就是部隊機動加3% 但如果5級就加25% 當你全隊的武將都有神速1這個技能 它就會慢慢提高 例如我現在隊伍中有兩隻神速 所以就變成2級的部隊機動加7% 所以究竟要用什麼兵種 然後有什麼武將 配合什麼技能 如果要組裝的話就有時間要組裝 你看譬如我第二隊 因為章療是入遊戲送的 而第二隊就抽中了章盒 所以你看到它因為同國 所以它發動技能都是33.5% 但本身它們兩個技能其實不太合格 你會看到我騎兵討伐 攻兵守備和掃討 弄到部隊技能就不太厲害 但沒辦法 我沒有其他武將 而最後下面的部隊位 還有一個叫兵器的東西 你可以自由安排不同的兵器 兵器就在軍事府這裡自行研發 那什麼部隊用什麼的兵器對你的對戰都有很大的影響 這就自己再研究一下 當然遊戲中也有不同的軍團系統 這些遊戲最重要都是大家一齊一群人玩的 裡面也會有任務給你取回不同的寶珠 這些任務可以賺就賺吧 然後就是大地圖的位置 上面分別會有其他人的城池 會有NPC的野怪 也會有不同的據點或是不同的資源 就這樣看你應該會覺得很亂了 所以遊戲中右上角有一個叫搜索附近的東西 只要按這個探索 你就會看到自己附近有些什麼東西 糟糕 我全都被人罷了 你就可以把你的部隊派到不同的地方做事 不過C級我好像還沒做到 因為我的軍主不足夠 你看到附近的兵 比如這個公兵已經是30厘 所以我還是要慢慢升 武將的等級可以在這個叫修煉的地方提升 拿回來的資源就可以提升你的武將 順便給大家看看戰鬥指令是怎樣的 其實就算是打副本,可以進入一個模式 然後在限時中要消滅他們 所以就會根據你最後的成績 而給你一個評分 例如17這隻弓 其實拿一隻馬打是最好的 我就用我的一隊 然後右邊有一隻馬 我就用兩隊打他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就是因為遊戲中有兵種傷黑 也是那些弓兵是黑暴兵 暴兵是黑騎兵 其實那個應該不是叫暴兵 應該是槍兵 所以如果我走去打17這隻槍 我就很快就死了 你看到那邊 他出了一個三連鎖 剛巧這麼巧他三個都可以開到 但正常應該都是開二連 打完之後就回去拉趙雲 我們再出過去 帶上暴兵主將 三隊打就算他被人黑兵中 也不是太重要的 打完之後就拿到五個資源 這次有S而已 可以上S而已 打到的資源就可以按回武將強化這個位置 你看現在只有六隻 武將就要升升 就是抽自己吃自己 以及剛才就是這裡 階級 打回來的就是為了升階 也是加不同的戰鬥力 最後最特別的就是你剛打的時候 聽到後面的日本配音 據聞都是日本很厲害的聲優 但有哪一個就留給你自己慢慢找 基本的遊戲就介紹了這麼多 其實後面還有很多不同的攻城池 攻城略地 至於怎樣攻城略地那些 等我玩到的時候就告訴你了 喂 給面子吧 剛剛開遊戲而已 我自己就玩S03 但我奉勸大家如果想玩的話 盡量就玩後伺服器 首先這些遊戲前伺服器一定會有很多課獎 而後伺服器就不用追上升階級 等我玩到後一點的時候 再跟大家慢慢介紹一下吧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記得訂閱和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Peace